1984年亚洲杯上 曾雪林执教的中国男足 在小组赛第二轮遭遇了东道主新加坡队 上半场比赛 中尉5号贾秀全在禁区外稍作观察之后 用一记大力远射帮助中国队率先取得进球 在小组赛首轮的比赛中 中国队以0比2的比分不敌伊朗队 所以本场比赛全队上下重置成城 势必拿下对手 随后中国队沿右侧继续组织攻势 吴广明接应直赛后 在底线附近送出船中 最后主公赵达玉攻入了中国队本场的第二例进球 中国队也以2比0的比分 拿到了本届赛事的首场胜利 中国队的第三个小组赛对手是印度队 主教练曾雪林本场排出了 与上一场对阵新加坡队相同的阵容 同时示意队员们加强进攻 中国队的目标不只是取胜 而是多捞径胜球 上半场比赛 3号林乐峰从后场带球参与进攻 突破对方的中路防守后来到禁区附近 随即与李辉完成简单的配合之后 用一记左脚抽射帮助中国队首拍记录 下半场一边再战 中国队继续占据着场面优势 5号贾秀泉在中场拿球稍作观察 随即送出的长传助攻7号古广明挑射破门 随后 中国队在后场获得球权后立即进入游手转步 中尉贾秀泉完成挑球过人之后 高速带球推进 侧动球队的反击 皮球来到前场之后 这名年仅21岁的年轻后卫 接连摆脱了两名防守队员的上抢 随即向右侧送出分球后前插至禁区内 最后帮助中国队将比分锁定至3比0 小组赛第四轮 中国队与西亚竞旅阿联球队展开了激烈的角逐 17号杨昭辉接应古广明的右路船中 帮助中国队首开记录 随后 中国队通过角球机会扩大了领先优势 皮球在对方门前一片混战 5号贾秀泉倒地铲射 攻入了本届赛事个人的第三例进球 中国队的进攻仍在继续 2号珠波稍作观察之后送出挑传 9号佐树生抢在对方门将出击之前 将比分扩大至3比0 下半场一边再战 主教练曾雪林示意球队继续加强进攻 力争通过竞胜球的优势力压伊朗 从而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淘汰赛 阿联球门将这次在门前接连上演精彩呼救 不过球权依旧由中国队所控制 最后8号赵达玉冷静地扣过防守队员将球打进 比分来到了4比0 比赛最后时刻 中国队继续延后场组织攻势 7号古广明在前场右侧利用速度完成摆脱 最后的小角度攻门造成了对方门将的失误 最终 5比0的比分也让中国队力压伊朗取得了小组第一的成绩 在随后的半决赛中 中国队的对手是当时的亚洲顶尖球队科威特队 双方90分钟内0比0战平加时赛中 对方后卫失误宋大力 11号李华云抓住机会帮助中国队成功挺进最后的决赛 当年的几届亚洲杯上 中国队在与沙特队的交锋中一直战绩不佳 上半场比赛 沙特队通过一次左侧的进攻攻破了中国队的球门 皮球在禁区线附近被破坏后 对方7号球员的抽射造成了门将陆建人的扑救不及 随后 中国队在前场完成就地反抢之后 7号谷广明的远射经过变相之后 未能形成威胁 紧接着 中国队开出左侧任一球 可惜门前的两点包抄都差着毫厉 最后被主裁判判罚了进攻犯规 上半场后半段 比分落后的中国队牢牢地占据着场面优势 沙特队的防线遭受了不小的压力 右侧的船中被解围后 中国队在禁区外继续控制皮球 李华云 朱波相继完成做球后 可惜10号李辉在禁区内的攻门角度太正 下半场一边再战 沙特队通过后场断球获得反击机会 9号阿布杜拉赫在左侧形成接应后 利用个人能力接连摆脱贾秀权和林乐峰的防守后 突入禁区 最后缓过出击的门将陆建仁将笔分锁定至2比0 最终 中国队凭借出色的发挥 获得了本届赛事的亚军 球队年仅21岁的中尉贾秀权 除了荣获赛事最佳球员的称号之外 还以三里进球的成绩并列射手榜投名 大家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